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论一个网络论坛上面网友提出来关于瑞英利是否会造成VGA系列的问题 在正式进入谈论以前 照例的要先跟大家推荐一下 工作熊也有写电子制造相关的个人部落格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网址为www.researchmfg.com 另外也有写英文部落格 网址为mpe.researchmfg.com 现在我们就正式的进入主题吧 先来做一个背景说明 来看看网友提出的问题 这位网友推出了一张VGA汉席做完红墨水染色试验后的照片 照片中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颗席球出现了染红的现象 表示该颗席球的汉席应该是有破裂的现象 如果你对红墨水试验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 建议可以到工作熊的部落格看一下这几篇与 红墨水试验相关的文章 这位网友有说明产品是在客户端安装了散热器之后发现不开机的故障 做了红墨水试验后发现在主芯片VGA应该是MCU边测的吸球位置有列文 目前排查产线制程发现破焊的毒温过高 实际测出来的温度有到265度C 想问问大家的意见 这种焊息破裂的不良是否存在热引力的风险 其他网友在看过了问题以后 大多认为这可能是在安装散热器的时候弯曲了PCB 导致硬力施加在VGA的吸球上面所造成的吸烈 也可能是回汗或者是破汗周围时 高温对PCB造成了永久性的板弯 在后续的散热器安装时 再度弯曲的PCB所造成的 工作群个人其实也大致是这样子认为的 不过有一件事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 我们在检视VGA系列的现象时 最好要同时观察PCB端以及VGA零件端的不良现象 这样才不会被单边的现象所迷惑 也可以互相验证 再来我们在分析这类VGA系列的问题时 首先要确认的是 系列是发生在整颗VGA封装的哪一个区域 更正确的来说 应该是要确认 系列是发生在VGA封装的边缘 与四个角落位置 或者是发生在内圈的吸球区域 其次要检查吸球的断裂面 是发生在吸球的哪一个位置 现在业界普遍的将吸球裂开的位置 归纳为五大列型 分别为 1. 断裂发生在PCB焊电与PCB的板材之间 2. 断裂发生在PCB焊电与焊锡之间 这个位置通常是PCB的IMC层 3. 断裂发生在焊锡板体 也就是纯粹的系列 4. 断裂发生在焊锡与VGA焊电之间 这个位置通常是VGA载板的IMC层 5. 断裂发生在VGA载板板材与焊电之间 有了以上的讯息后 就可以让我们先大致的了解VGA系列 是来自外部硬粒或是其他原因所造成 工作熊之前也有做过几支 与VGA系列发生的原因探讨影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参考一下 现在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张不良的照片 看看大家是否可以判断出来 系列是发生在VGA封装的哪一个区域 断裂面又发生在西丘的哪一个位置呢 再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来好好看一下吧 5 4 3 2 1 现在公布答案咯 首先 系列应该是发生在VGA的最角落位置 而VGA的四个角落也是经验中 最容易发生系列的区域 这是因为一旦PCB有弯曲变形时 整颗VGA最大力距就发生在四个角落 到角落的位置 因为距离最长 所以承受的应力也是最大的 观察照片可以发现 有超过75%的吸球断面 都被红墨水给染色了 而有染色的地方就表示有缝隙 红墨水才能渗透并且染色 从红墨水的染色情况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焊息的破裂是从VGA吸球的角落最外侧开始的 然后一路往内侧延伸 因为照片中还可以看得出来 吸球在靠近VGA内侧方向 还剩下最后一点点没有被完全撕裂 这一点也可以进一步的印证力距引力造成的吸裂 其次 这个吸球的断裂面应该是发生在 PCB焊电与焊息之间 照片中拍摄的应该是VGA的零件端 从断裂的焊点上面 可以看到完整的吸球 还连贴在VGA的窄板上 根据经验 大多数VGA的焊息破裂面 几乎都发生在PCB端 为什么呢 推测其原因可能有下面三点 分别为 第一 材料差异 PCB与VGA载板使用的板材虽然是类似的 但实际上却是不同 PCB通常使用的是FR4的材料 其Z方向的膨胀系数 也就是CT的相对来得比较高 而VGA载板则大多使用CT较小的材料 由于这些材料的膨胀系数不同 当经历温度变化时 PCB端就容易因为加热膨胀 或者是冷却收缩 而产生更大的弯曲应力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出来说明 早期VGA大多数是使用VT材质 其Z方向的膨胀系数确实是比较低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VGA VGA则已经开始采用ABF材质 这使得PCB端的焊点显得相对的较脆弱 容易因为机械硬力 温度循环或者是长期使用而发生洗裂 第三 焊接硬力的集中 PCB与VGA载板之间的焊息点 在硬力的集中位置 经常会因为使用而发生疲劳 更特别的是 由于PCB的硬力变形更大 所以也就更容易导致在PCB端出现洗裂 其三 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焊息断裂面为光滑表面或者是出照表面 如果是光滑的表面 类似回焊完成时候的洗球光滑表面 就比较可能是NWO Long Web Open 全球开类不良 如果是出照的表面 就是表面会有些稍微的凹凸与锯齿状 就比较偏向是硬力造成的疲劳断裂 另外 这应该是个题外话 工作熊有观察到不良照片中 PCB的焊点设计几乎都采用了 NSMD Long Shoulder Mask Define的焊点设计 相较于SMD Solder Mask Define焊点设计来说 NSMD的焊点设计虽然强化了洗球的焊息能力 却弱化了焊点附着于PCB板材的能力 这也是为何照片中撬开的BGA 大部分焊点都出现PCB焊点连在洗球的情形 也就是PCB焊点从板材被撕裂开 之前一直有人问 BGA焊点应该采用SMD或者是Long SMD 比较能够抵抗焊息破裂 工作熊只能说 两者各有用缺点 如果你只想靠着焊点的强度来抵抗硬力 那就有点弹弹短车了 想进一步了解什么是SMD 与NSMD焊点设计的朋友 可以参考下面的几篇文章 说了那么多好像都还没有谈到这网友问题中关心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这种焊息破裂是否存在热硬力的风险 那什么是热硬力呢?热硬力,Sermostress 是指材料因为温度变化而产生的内部硬力 当材料收热时会膨胀,冷却时则会收缩 如果材料不同部分收热不均匀 或在膨胀或者收缩过程中受到外部限制 材料内部就会出现硬力 此外,当材料内部含有不同膨胀系数的材质时 因为温度变化而导致不同材料间体积不一致 也会产生硬力 这些硬力可能会导致材料变形或者产生类文 热硬力在机械、电子元件以及建筑材料等领域中 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当材料曝露在极端温度变化下的时候 那BGA的焊点可能会受到热硬力影响而破裂吗? 要说热硬力对BGA焊点的最大影响 个人觉得应该是BGA载板以及PCB板材 在高温前后发生的变形 然后在后续的板阶、电信测试 整机组装中或者是后续的应用中再度的被扳平 因为所有的组装设计都会假设PCBA是没有变形的 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对BGA的焊点施加硬力 一旦焊息强度低于施加的硬力 发生焊息破裂只是刚刚好而已 这位网友另外还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排查产线制程后发现破焊的毒温够高 实际测出来的温度有到265度C 265度C的破焊峰值确实是比较高了 但也只是在温度区间的上限而已 一般来说破焊的峰值温度会比回焊来得高 这是因为破焊实际的焊接时间 在扰辽坡其实只有大约1.5秒 而平辽坡的时间虽然比较长 但也大约只有4秒钟 破焊的温度的重点应该要放在预热温度与风子温度的温差上 这段温差会是一个热冲击 这才是真正会影响到PCB能力的关键因素 一般来说这段温差建立要小于150度C 最好是不要超过200度C 如果真的担心PCB的焊点会有热焊的问题 建议要使用破焊载具来降低热冲击的效应 好了 以上是工作熊个人的看法 请注意 工作熊的看法也可能会出错 大家就当作是听个故事吧 有意见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讨论 如果你对电子制造有兴趣 也非常欢迎订阅工作熊的YouTube 以及Placast的频道 记得按赞分享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哦 拜拜